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够权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继续来设计验证马类 好吧 那上节课呢 看一下咱们上节课的成果 已经将这个验证马类的主体的补价都已经打完了 对不对 并已经随机生成的验证马了 对吧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什么 开始绘制图像了 那首先我们绘制图像 我们要先创建一个什么 创建一个图片的背景 对吧 然后我们要图片的背景在这里边去调整 对吧 那创建图片背景呢 这个背景会需要一个图片的资源 对不对 这个图片的资源就在这个背景里使用吗 你看下边是有方法 只要在这图片上有操作 像什么设置干扰元素 对不对 然后在上面画自乎串啊 对吧 或者输出啊 是不都需要用那个资源呢 所以这个资源咱们得是做成什么呢 得是做成全局的 多个函数用的 公用的属性 就得做成全局属性 对 比如说私有属性 到时候img 我叫这个名叫什么叫图像的资源 因为都是控制这个资源 我们验证了 是不是就可以生成了 那在这个资源 在这些 既然这个资源 我们说资源有创建就必须怎么呢 是不是得释放 对吧 所以释放 我们不用人工释放 既然我们用对象的形式 有构档化 是不是就有吸过方法 对 我们有吸过方法 等这个函数用完之前 等我们这个验证码用完 对象用完了 自动的释放 对吧 所以我们faction 作为一个秀架方法 杠杠 D-E-S-T-R-U-C-T 这个方法没写错吧 D-E-S-T-R-U-C-T 然后在这里边释放 释放的方法 我们就得找手车了 还记得释放图像的资源 虽然我没创建的 对不对 但我先把释放写好 省着一会忘掉它 对不对 用D-T-O-R-E-I-M-I-G 是吧 地图像 imd-E-S-T-R-U-C-T-R-U-C-T-R-U-C-T-P-T-R-U-C-T-R-Y 这个 销围一个图像 对吧 我们只需要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image district 访问这个这次里面的IMG 假如我们创建好的 他就会把它给我们释放掉 对吧 那够的方法 用于 自动 销毁 什么图像资源 很有用的一个方法 对吧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得创建呢 对吧 这话输出 还是在这创建背景 对不对 那创建背景第一件事肯定就创建这个资源 对不对 创建资源 那咱们使用真色彩的还记得是哪个了吗 是不是新建一个真色彩的图像 使用这个指定宽和高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返回的时候就得资源 所以咱们现在就是在利用什么系统的函数了 创建这个宽度和高度 我们用谁指定 是不是够的方法 咱们算是宽度高度了 所以这次里边的宽度和这次里边的高度 是不是就可以了 图像资源就有了 图像资源有了 我们是不是对它进行天充了 对吧 那天充的颜色我们需不需要设置呢 是不是得先准备颜色呀 那我们可以让它背景颜色也稍稍随机一下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那随机颜色如果颜色一会儿黑一会儿白 那字体是不是就没法显示了 所以我们让它的随机颜色稍稍淡一点 对不对 所以呢 Color背景颜色 BGColor 我们这话用创建颜色的方法 创建颜色方法哪呢 这里边就直接有 就在这直接粘贴一下 好 就是我们这个方法创建颜色的 在这次里边的 IMG上面对不对 这次或者都创建完了之后再往那里边装也可以啊 然后呢颜色RIND 是不是随机说 从哪开始你要颜色是0到255的对不对 你要这么随机的话 那什么颜色都有了 对吧 所以咱们让它淡一点颜色 淡的颜色呢 是颜色直越高颜色越淡 对不对 所以咱们就是 225到255可以吧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都在浅色的范围那样 接近于白色都是 有灰色对不对 这样的话用背景随机的颜色 然后我们天通颜色就天通这个背景 用 Image 谁的 天通颜色用 Image Fill 是不是用这个天通颜色啊 在 Z4.img上 天通什么颜色呢 从0 0的位置 对吧 天通的颜色是BGColor 背景颜色就有了 大小有了 那现在我们只要输出 是不是就可以搞定这个值了 对不对 就有一个小方块了 我们也到快验证的时候了 比如说这块我们先 多加注是创建资源 然后这块 然后这块设置随机的背景颜色 这块是将背景设置颜色 设置背景 添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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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好吧 这是背景天通 那现在背景天通 只要输出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 那我现在先临时在这画 只要有背景 我们在这是不是创建背景了 最后输出图像 哪怕中间不画 是不是也可以输出 那 我们先输出 掉到这里边 也有一个私有方法 是哪个 打印图像 是不是这个 我们直接掉到这里就可以 输出图像 到了这次里边 掉用私有方法 输出图像 然后我们在输出图像这里边 直接IMG 比如说用这个H EADR HUDER 先打印一下 文本 内容是 比如说先GF或者PNG的 对不对 那我这块是 你妹子里边PNG 我用PNG吧 好吧 然后我们这块 直接IMG 什么PNG 到这次里边的IMG 你看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输出了 那我们现在验证一下 好不好 当然了 有可能程序会有些错误 咱们再修改一下 直接访问这里边的 FORM表单 叫R1G 我们注册表单叫R1G 看到了吧 R1G 点 PNP 查看 字符编码 后边没有这个图像 是吧 肯定是有错误才没有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直接访问一下 CODE点PNP 我们看证明那错误 I1浏览器总是下载 我能用 不是火锅 它总是下载 对不对 我用I1试一下 直接放过来 我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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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做到 两个 9个 就是 V2G 新版本的都是直接输出下载的 这还不太好验证呢 那我们就直接等着 把输出图像这个 我们先注视一下 我们主要看一下 它有没有什么错误 对不对 把这两个先注视掉 只有把错误调过来 我们才知道程序问题在那 这话没有S 我们这边试一下 这个VODE 不是这CODE.PRT 这文件 看有了对不对 这程序没有错对不对 那证明咱写的程序还挺好 那这话咱们再是 REG.PRP 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浅色的 每次刷新 是不是随机颜色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个验证码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做成功了 刚才这话 我们少写了一个 多写了一个S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验证码 那我们还需要 把背景再做成什么样呢 是不是还得加个边框了 才好看一些 那怎么去加边框 看一下 是不是就画矩形了 对吧 对吧 我们再找一个画矩形的 那画矩形的是这里边 哪个方法呢 画矩形 这是天通矩形 画一个 这多边形 看矩形 RE 这个 天通的 不找天通的 你卖纸 RE 不是 画一个矩形 对吧 画一个边框 咱们使用它 矩形的 只要知道对角线两个铁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 那矩形的边框 我们就直接是黑色的 是不是就行了 所以先做一个 框的颜色 边框的color 我们直接是用黑色的就可以 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 我们就不随机颜色了 好吧 在这块 从哪呢 从零 零 零 看到了吗 然后呢 到哪呢 到 这一次里边的宽 和这一次里边的高 对吧 什么颜色呢 不是 不是 写错了 这是直接试着颜色的 咱们现在就先做颜色 对不对 着急写了 不是那样说 试着黑色的 黑色的是零 零 零 对吧 然后 你卖这块 咱们再 画一个边框 对不对 再倒入这一次里边的img 对吧 从零 和零 到这一次里边的宽 和这一次里边的高 h e i g h t 高 对吧 然后颜色呢 就是 b o r d e r color 对不对 那就是下边是画冰块 画 冰 块 但是这画冰块还有个问题 你看一下 它会出去 出去 出去一个像素 你看 只有上边和左边有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从零 零开始指定整个宽度 它会多出一个 所以咱们要撤回的一个像素才可以 所以我们在这画 要让这个宽度 减一和这个高度 减一 我们才可以 要注意这些细节 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这边块了 对吧 那咱有就是我们在输出图像的时候 那有的人不喜欢偏激的格是怎么办的 这块其实是有一个小的一个算法的 我们需要判断 让它输出什么 按原鸡 偏激 GF如果它不是偏激可以是GF 对不对 做好一些 如果偏激GF都不支持 那只是GTG 如果这下都不支持的 高的图片不支持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 Image 咱们有一个 这种类型这会儿可以判断 类型等于用长量图片类型了 看到了吗 我们可以这样去判断 类型等于哪个类型 并且是这个类型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这里边先用一个Image 里边有 我记得有例子给我们提供 来 类型于这样的地方 看到了吗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粘过来 修改我们这里边代码 如果哪个函数 这个函数存在 证明它有对不对 然后 我们这块输出GF的图像 当然我们输出的话 这块就直接 这次里边的谁 IMG 是不是就可以了 否则如果 我们把这些 粘过来 这有一个判断 下面这个就不要了 这话最后是没有图像输出 咱们支持这几种就行了 然后输出的都是 PnG接VG接F对不对 手紧接F 那这个地方咱们可以不用这个判断还是存存在的方式 记不记得刚才我点过一个函数 你迈着 你迈着TYP类型的 对不对 可以用这种方式 获取的类型 如果有PnG的 我们说明知识PnG 我们可以这么多 你看 就是在PnG 就是在PnG刚才这块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写法是一个意思 对不对 那同样 比如GF 我们在这块可以同样这么写 你迈着GiF 它都有系统这个长量 对不对 可以用函数也可以这样 那我们这样写完之后 你看一下 我们图像能不能创建呢 是不是也可以啊 但是这样的功能是就比原来多了一些了 对不对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内容 这节课主要我们做了几方面啊 就是一个创建图像和输出图像 对吧 那下节课我们就开始输出字符和设置干扰元素了 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完成了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这样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继续 好吧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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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